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经过学习来帮助我们 能够了解这个 一座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的人生 会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他讲到这个修行 善导大师在世的时候常讲一句话 我们在这个环境 善导大师说 他总在语言不同 这个语言是指老师 你要亲近一个 好老师在这个环境 也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不容易 再加上这个环境 你看这个末法时代 这个众生对于物质 生活的享受 是非常的富裕 每个人你去留意一下 天天都在追求什么 对于这个物质 这种的享受 每天天天的增长 但是为什么呢 不但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身心不安 你看现在这个生活里面 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的区别 很多 一百年前 一百年后 那更不一样 那是为什么身心不安 什么原因 欲望吗 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加上内心的称慧 加上内心的愚痴 再加上内心的供高 我们目中无人 再加上对于圣询的教诲 不相信 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不奇怪 这个身心不安 这还不奇怪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 一些人生活不而不乐 贵而不安 道理就是这个原因 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 想要修行 你不被这个环境而锁转 那个才奇怪 所以很正常 在这个环境退转 而进得少 那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用着急 只要明白 我们去做 改过 去改善 你就自然就进步了 所以 为什么主持大的教育们要断而修缮 所谓的 所谓的 熄灭 贪嗔痴 下面是什么呢 那用什么方法来断而修缮 教你受五戒 你说很难 只要你受八观在这些 说没有时间 那怎么办 天天要忙工作 要管理孩子 要处理家庭 还要赚钱 还要做一些事情 我哪有时间 所以 释迦牟尼佛 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 对末法时代的终生 用这句名号 来帮助我们 断而修缮 是最妙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会念吗 你会念吗 师父 我每天都在念佛 有没有断而 烦恼心气 有没有增长 智慧 有没有 天天的增加 所以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清楚 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赞导大师 这句话 他的劝导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找到一个好老师 找到一个好好的 善友 同参道友来互相鼓励 互相来提醒 那不是一桩的好事情 所以我们 每一个星期 礼拜天 礼拜六 为什么 借这个音乐 来跟大家来互相 讲讲话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怎么样 来调整你的身心 能够安心 你的身心 能够快乐 你的身心 才能够幸福 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依靠什么来调整呢 只有佛法 才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佛法 才能够来帮助 解决我们 眼前 种种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 这个听法 功德很大 这个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如何 如何 来了解 这个事实的真相 如何把这个人生 过得美满 如何把这个人生 过得快乐 那个比什么更重要 就算我们今天的生活 一般 你会比任何人 的生活更幸福 因为你了解嘛 这个就是用意 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 天天不断 讲经 释迦牟尼佛每天在世 八个钟头 不断的都在讲经说法 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众生 如何获得无量无边 种种的火力的加持 佛力的加持 第一个就是身心平安 身心快乐 这个就是佛力的加持 感谢观看